把鸡蛋液倒入玉米面中,不加一滴水 只需要简单的搅一搅 全程手不加面 就能够做出超级好吃的早餐饼 蓬松渲软10分钟就出锅 当然小孩都爱吃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你就像我这样,往盆里加入两勺玉米面 一勺白面 用刮刀把食材混合均匀 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零卡白糖 增加点甜度,好吃也无负担 再加入这样一袋5克的高火性酵母 发面块,做出来的面食特别的柔软 再次把食材混合均匀,放在一边备用 接着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打入3颗新鲜的土鸡蛋 蛋液搅匀 倒入面粉中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点击关注和收藏 想吃不会做的时候,可以随时找到我 您的点赞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非常感谢 再往里面加入这样两大勺即将过期的纯牛奶 今天这个配方和比例我已经做过了很多次 可以说是不会做饭的厨房小白也能一次成功 搅拌至无任何的干面粉颗粒成酸奶状 扣上盖子 紧发质量味大 平时我会晚上生在室温中紧发上半个小时 如果是早上吃,就可以放在冰箱 继续冷藏室发上一碗 早上起来排出里面的空气 取出一口不粘锅 用吃火锅的勺子舀上这样一大勺 从高处往下面滴落 就会自然的形成一个小圆饼 煤气照开最小的火焰 心里默数40秒 外面凝固出现气泡给它翻面 再默数20秒关火 表面鼓起可以轻松的转动 一张非常好吃的早餐玉米饼就做好了 这样三大勺的面粉一次可以做成12张 一分钟一张好吃还省事 表面平整又光滑 就像滑腹饼一样 加入玉米面搓凉细做 一口下去有着玉米的香甜 还有着淡淡的暖香 蓬松又生软 好吃易消化 快试试吧